我身在一个小镇里面 而且我找了一份工作 当然不给钱 就是一个义贡的工作 我这里提供吃跟猪 我是住在一个酒店的客房里面 我现在在了这一栋房子 这不是我住的地方 我是来给这的话 拍照的 我这个上班 义贡也算上班 我上班这个地方很难形容 因为它有一个庙 有一个动物园 还有很多栋房子可以出租的 当然也有一个酒店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这里 但他们主打一个埃及风格 这种神秘主义 这里还有楼上的 这里是一个房间 这一层有好多房间 我都没数 可能也有差不多四五个房间吧 这也是一个房间 这个酒店的中间风格 就是比较复古 比较老旧 我今天的任务就是 给这栋房子拍照 他们也放在那个Airbnb 上面出租用 我刚看了一圈 这个房子的环境 我觉得挺难的 因为怎么讲呢 麻烦我待会拍照 把他们拍到这里 太漂亮了 客人如果来了以后 会不会投诉他们 说照片 里面有很多这种装饰 像这个沙发什么的 就是木板钉的 也是走的一个经济路线 都是从埃及来的 这个开了多少年了 这已经脱漆了 今天我给他们拍照的话 拍照只是我的一项工作 我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工作 比如说去喂喂动物什么 我一会出去 我拍下那个动物园给他们看 然后我今天不能用我的相机拍了 因为我没有广角镜头 这种建筑的话 一般来讲是需要广角的 太大了 我如果用那个相机都拍不全 我这个相机最广的广角是28毫米 然后用运动相机的话 运动相机也可以 但用运动相机 我不如用手机来拍 好大的这个酒店 我现在在的这边 只是一个附属的一个小区 主要的酒店区在那个方向 我也是住在那个方向 手机也不好用 其实能不用广角 就不要用广角 因为广角变形变太厉害了 厨房是必须得展示的 这个角度看过去就觉得很乱 像那种洗浴中心一样 那些到处是穿个毛巾 好热上面 现在是33度 等一下是42度 这边就是动物园了 带人们去看一眼 然后这个树要讲一讲 这个树已经有500飞了 这里还有很多放养的鸡 然后这里是两只孔雀 这边还有豹猫 什么鸵鸟 七七八八的东西 很多动物都在里面 这里就是一个埃及的庙 看看那上面的标志 还有眼睛蛇什么的 这里是一个游泳池 这个游泳池晚上挺漂亮的 因为很多灯什么的 我就是最讨厌这个风扇了 因为我如果要用风扇 灯就必须保持亮子 我这个发的也是一样的 做修风格 不过这个是埃及的什么 看来就像印度的神 这个东西也是纸的 它先做个模具 然后把那个纸浆就敲打进去 等它干了以后 这个纸浆就有型了 这样做出来的这种类似于浮雕 那种东西又轻 然后它又很便宜 这个埃及人确实厉害 休息一下穿过去 光了 就是用手机调的颜色什么的 就是用那个sleep seat的 现在准备去做饭了 这个置物已经挺有意思的 也不知道什么原理 反正就有好多冰块 被从某一个地方推出来 我住的这一栋酒店是两层的 但是好像没看到几个人 这里还有一个义工叫做 叫做什么叫 Hans 叫做Hans 有点像德国人的名字 长得挺帅的一个小伙 也不知道是哪干活去了 没看见他 哇 进来了好多具 好了 我现在都把鸡赶出去 找个生儿吧 啊 找到了 也可以 你从这里出去吧 还有一只小母鸡 鸡不赶出去就麻烦了 今天拉屎什么的 这个怎么打扫啊 大李子 小李子 这都是从了一个树上摘的 自己的树啊 那个前面跟我说了可以随便吃 这就是厨房 也是肉 这也是个冰箱 这个最夸张了 看一下 这是个冷库 好冷啊 这门必须得关好 咱们跟我说了一定要关好 如果不关好是要维修的 那里面主要是蔬菜什么的 找点简单的 就西南方炒虾吧 直接搞把围形态 这里面感觉太热了 怎么什么神都有啊 还有个观音呢 我出去吃吧 那个孔雀开瓶了 就拍下给你们看 看看这个大孔雀 这是个宫的 因为只有宫孔雀会开瓶 这里面就是一公一抹 两只孔雀 你都不用开瓶了 这个母的也只有服从里 没有别的 没有选择 这里虽然是树荫 但是还是有点热 太热了 美国这几天 嗯 非常好吃 这个虾可以啊 还是那种开了被的 就把金抽出来的 我一般买虾 我都是直接煮的 我连这个金我都懒得抽的 对面都有些笼子 全是鹦鹉 大概有12315个笼子 我昨天测试了一下 好像不怎么会讲话 早上给我安排工作的时候 但带我参观厨房冰箱什么时候 你跟我说 他说你如果想吃什么 你跟我说 我去门 那我都觉得没必要了 这个水池还可以的 这个灯光先生 拿来拍水下摄影都可以 the lights place you love it yeah 你要注意 最好 谢谢 好久 你edi 我就在这些园 leave 八月 然后第二就是 and 2019 一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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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楽